第一下是网络同学提出的问题 他说我在修行中 有时候心总是在想过去和考虑未来 不能安住现在好好的念佛和打坐 请师父指教 这个问题我想不是一个人有 很多人都有这个毛病 很想修就是做不到 这个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在认识不够透支 所以佛法了 从前张家大使常给我讲 佛法是知难行一言 行不难 为什么行那么难呢 你不知道这些道理 你不晓得四世真相 如果晓得四世真相 晓得这个道理 一点都不难 真正明了了 那个错误的做法 是往地狱走的 你愿意去吗 好的这个心形 往上提升 欲界天 色界天 无色界天 这是往天堂上去 当然最殊胜 一切祝佛为我们介绍赞叹 往生净土是地殊胜 这是我们一定要明了的 所以有这些问题 怎么办呢 多听见 暂时不要打坐 暂时不要念佛 把整个精神 时间 都集中在天堂 经正听清楚 听明白了 再休息 这才是正确的 这才是正确的 结形就相应 只有结没有形 那胳膊行 得不到手 结了之后要有心 行一定有结 结形相应 反而是开头 有这个问题 心愿求解 过个一年半载 你再念佛 你再打坐 那个情形就不一样 所以心愿把它搞清楚 replante了 都过去 过去 那我进去 我进去 这个意识 有这个意识